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Rise of the Beast Cheetor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盒子還是維持這個系列一貫的風格下面有它的一個CG圖 Cheetor Rise of the Beast 那這個CG圖延伸到側面來看到盒子的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 人形獸型另外一面還有一個獸型的圖片 那它的包裝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看到玩具的本體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呢一樣一長條正反兩面都有 然後有些東西也是根本都沒有講到齁這個東西要把它放到旁邊去 配件方面有附帶一個尾巴 尾巴可以變成武器 這個尾巴可以拔下來給各位看一下 兩隻腳要把它分開來 然後它就是一個凹跟一個凸結合在一起的 這個尾巴其實做的還不錯喔 還有分色塗裝 然後這邊呢是可以做一個小小的變形變成一個彎刀吧 人形的時候可以讓它握持在手上 那獸型呢也可以非常完美的收納然後融合在這個獸型的形態裡面 我個人覺得是不錯是加分的 然後它有附帶一把槍 就是在動畫裡面那個長子槍 槍呢是可以收納在它肚子裡面喔 這個比較難拿出來變成這個獸型之後就比較難取出了 打開給各位看一下槍就是收納在這邊 也是一個凹跟一個凸喔那這個扣的很緊 拿出來之後呢它裡面就是長這個樣子的一個洞 然後這把槍呢它這個槍管是可以做一個折疊收納的 翻出來長的是這個樣子 兩個塑膠件的顏色是不同有一點分色我覺得還算是OK還不錯的 然後收納在肚子裡面也是符合動畫的設定 不影響獸型的整個形態我覺得也是加分的 這款Rise of the Beast的Treator 最讓我納悶的一點呢就是它在這個電影產線裡面 但是它的造型卻不是做電影裡面的樣子 整個外觀設計是介於動畫以及真人電影之間 那一開始我對這款玩具的期待並不是很大 不過在實際把玩之後反而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驚喜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表現如何 首先看到它的這個爆頭 頭整個造型細節刻畫我覺得還是相當不錯喔 那塗裝分色都沒有問題 上面這邊還有一個Maximo的Logo 嘴巴是可以打開來的但是這個嘴巴呢蠻緊的 打開來最大的幅度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次整體呢它的黃色有兩種黃一個是比較偏橘 做這樣子的分色我覺得質感是還不錯的喔比起前兩款 然後看到前肢呢它整個獸型是融合動物以及機械的風格 但是跟電影裡面的造型不是那麼像喔 那最新的預告也出了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看 裡面呢也是沒有看到驅頭變成人形的樣子喔 比較可惜一點 前肢的話裡面是一個球形關節它可以這樣子 然後旋轉當然是沒問題而且非常的緊 下面這邊也可以做一個彎曲 腳掌則是不可動的 然後在身上都有一些斑點的塗裝 然後局部呢也有一些這種鐵灰色啊橘色的塗裝 像這個塑膠件的使用顏色呢做起來是不錯的 質感來說並沒有之前那種所謂的廉價感 那看到側面它的一雙手就是放在下面 但是它這個手呢也有讓我有一點驚喜的地方 如果以以前官方的尿性喔 它一定就是直接手放在這邊就完事了 但是它還多做了一個分件 把它放到這個地方來 雖然說不到加分很多 但是我覺得算是蠻有誠意的一個設計 然後後面這個尾巴其實它是不可動的就安裝上去 腳的話細節刻畫也是蠻漂亮的 還有這種咖啡色的塑膠件 整個人物的隱藏度我覺得還是算非常不錯喔 最大的敗筆應該就是一雙手直接在下面暴露出來 那在這個形態之下呢我個人覺得表現的算是還OK還不錯 首先這個動物融合機械的設定我有講過嘛 還是讓我比較喜歡的 它整個爆的形態機械人暴露的部件也不多 細節科幻蠻漂亮的 塗裝分色也都OK 並沒有前幾款給我的那種廉價感 整體來說我覺得還是算蠻有誠意的 那缺點也就是我剛剛提到的喔 一雙手在這邊是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它有做一個分件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就拿出Kindon的 Thor出來比較一下 兩款的尺寸其實差不多喔把它佔好一點喔 那一款就是比較接近真實的動物 這一款呢雖然它跟電影裡面的還原度完全不像 那我也覺得很莫名喔為什麼電影產線會出這一款 不過它就是介於動物與機械之間的這種風格 我覺得還是蠻好看的啦 那乾脆我們再把Studio Series的 Thor也一起拿出來三隻豹喔可以開動物園了 Studio Series的豹是最大一隻的 它是Voyager Class的 然後這一次還有出這種小小隻非常可愛的小花豹 這個豹之一家族終於集結完畢了喔 那它的大小比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從獸型變為人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變形來說它算是一個全新的設計那也還算蠻流暢的 難易度適中把玩起來是還蠻順手的 那其中還有一些讓我覺得有些小驚喜的地方喔 首先呢就是把它這個兩腿分開 它這邊也是有卡扣的把它分開 先把這個尾巴給它拔起來算是拔擦變形 把這個東西丟到旁邊去 接下來把它的腳伸直伸直 小腿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在這邊呢有個蓋板把它整個的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把這個腳掌把它往外翻 然後獸型的腳呢就收到後面去這塊把它蓋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把這個東西打開來 腳掌翻出來然後把這個獸型的腿收到這個小腿的後面去 再把它旋轉180度 那它的一雙腳呢就變形完成了 接下來把這個兩隻前腳把它往後放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把它往後放 可以把它做一個摺疊就像那個Beastor Wars裡面的樣子 稍微交叉一下放到背後 然後就是我說的這塊分件一開始我還沒注意到 這個東西把它旋轉18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塊東西呢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把胸前這塊東西 這塊卡扣把它雙開翻開來 手的話在這邊也是有卡扣的 這邊是扣住的 兩邊都把它鬆開 就可以把手擺到外面來了 肚子裡這個槍呢要把它拔起來 把它丟到旁邊去 手的話再把它轉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然後就是把這個抱頭 整個的把它往下放 在胸口這塊這邊有兩個圖 對應這邊兩個洞 這個呢要把它扣到這個裡面去 這個頭呢也要稍微的推一下把它推進去 然後把這些卡扣給它扣緊 頭再把它旋轉180度 然後在這邊呢有一個比較讓我意外的地方就是它這邊還做了一個分件可以做一點小小的變形 要把這兩塊推到裡面去 所以我說這款玩具有些地方讓我覺得其實還蠻有誠意的 以以前官方的尿性它是不會做這兩塊東西的啦 最後就是把它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它從獸型變為人型的變形過程就這樣 大功告成啊 在變為人型之後明顯的來說應該是不符合電影裡面的形象 它的外觀比較接近Beast Wars裡面的造型 那在真人電影這個系列出現這個造型是讓我覺得比較莫名其妙的 其餘的來說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頭雕 頭雕還是比較接近Beast Wars裡面的形象 那細節刻畫分色來說我覺得都是不錯的 抱的頭呢也是放到胸口的位置 跟之前Studio Series的造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些塑膠件分色以及塗裝來說我覺得表現都是不錯的 尤其是脖子這邊還做了兩塊分件喔這個有做沒做差別都不大 但是它有給你就是感覺比較有誠意一點 看到下半身呢大腿這邊也有一些金屬器的塗裝 那這個咖啡色的塑膠件呢看起來質感是還OK的 看到人物的後面的話兩隻抱腿就是收納在小腿的裡面 那背部的這個造型跟動畫裡面也是非常接近喔應該就是致敬動畫的 可動性方面 頭是球型關節可以旋轉然後上可以抬到這麼高下的話一點點 肩膀360度是沒有問題的避開後面的部件就可以了 手臂平舉的話大概是到這個程度 二頭肌可以旋轉 手肘彎曲大概是90度 拳頭居然是可以旋轉的它是一個球型關節 還可以做到一個往內的動作 腰也是有腰轉的 腳往前踢可以踢到這麼高 往後一點點 啊往外的話大概是到這個幅度 大腿裡面呢它是一個球型關節 一點點的旋轉 那膝蓋上面還有一個旋轉的關節 彎曲的話大概是90度 腳底可以往上往下 然後它也是有一個還不錯的接地關節 那在人型之下撇開電影的還原度不說的話 這個人型我覺得倒是不錯的 尤其是這個塑膠件的分色然後關節的選擇應用 以及它的細節刻畫 其實都還不錯甚至比Kindon的那一款我覺得都來的要好一些 再加上它還有做到一些蠻細心的小地方 像這個脖子的變形設計啊 手臂的這個分件啊 都是它以前可能不會做的地方喔 所以讓我覺得有一點驚喜 有一點喜出望外的感覺 那原本期望就不高了 反而覺得這款玩具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比我想像中好上那麼一些啊 它所附帶的武器 武器我們讓它來握一下 這個在動畫裡面也是有出現的腸子槍 那拿上這個槍呢 其實說起來也是比較接近動畫裡面的造型 另外這個尾巴也讓它來握一下 尾巴也有做一個分色我覺得也是不錯的喔 細節刻畫看起來也是還蠻好的 那這個尾巴呢可以讓它握在手上 拿上武器呢大概就是這種感覺喔 然後這個槍如果不用的話 這個說明書完全沒有講喔 搞屁啊 背後這邊有一條縫 槍這邊也有一個凸 這個槍你是可以把它插在這個地方的 另外這個尾巴呢 看你要不要把收納在這個 原本屁股這邊有一個很大的洞 別人放屁都是補補 那它放屁呢是呼呼 這個東西如果收納在這邊是有點不美觀喔 尤其從正面來看 而且它站不穩它變成三條腿了 這個看起來怪怪的喔 所以這個尾巴呢在人形之下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收納的位置 大小比例方面我們再把Kindon的這個渠頭 拿出來比較一下 Kindon的這一款呢 完全就是比較接近動畫裡面的這個形態 那最新的這一款呢 它則是介於電影以及動畫裡面的形態 它是融合了動物以及機械刻畫的一個造型 以玩具的分色、設計以及變形過程來說 新的這一款完全不輸給Kindon這一款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的 但是讓我很莫名的就是為什麼它會設計成這個造型 我實在是看不懂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解答一下 啊啊啊啊啊啊倒了 那我們再把Studio Series的也放在一起喔 Studio Series這一款就是很明顯照著電影裡面的造型所設計的啦 擺在一起Studio Series是高了非常多的 那人形之下呢這一款跟它是完全不搭軋的喔 反而跟Kindon的這一款比較大一點 這一款Rice of the Beast的Turtle 撇開對電影的還原度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算是一款還不錯的玩具 那其中也有一些小設計讓我感受到它的誠意 那就像我說的期待不高傷害也就不大 如果你不太在乎電影的還原度 純粹是喜歡Turtle這個角色 我覺得這一款算是一個不錯的玩具 那今天這款Turtle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 分享給朋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